明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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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我們的開箱時間了 那這一次 大家可以看 就是 今天要開箱就是 蝴蝶難得算是跟 卡通 那卡通能做一個聯名 然後生產了一系列的 一個商品 那像包括有 小小兵的 然後做球拍嘛 然後一些周邊包括像衣服 還有保護貼 跟襪子 那我們待會一併來稍微做個簡單的開箱介紹 那球拍的部分呢 有像 ALC 然後像搭載CF 還有純木甲板跟J柄 那J柄這個算是比較細的握柄 那這個算是特別為一隻兒童小朋友做設計的 那當然成人呢也可以 因為他握把握柄做比較細 如果有些人手不大 女生那也可以使用 OK 那 周邊部分 衣服我沒有特別準備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就是襪子的部分 那這個算是 他們標榜這一次所有的周邊 包括像球拍 全部都是日本製造的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日本製的標誌 然後用料算是很實在 厚底 然後都有一個西字白暗 然後緩衝效果 那這個就是非常可愛的一個 靜電的保護貼 這個算是可以重複使用 那基本上不要太誇張 這樣這個可以做個擦拭 但是都可以再繼續使用這樣 這個也是日本製造的 這邊可以看到 好 那我們就 來做一個簡易的開箱 就是今天的球拍部分 那因為 球拍呢有四把 那我們 就是 最上面這一隻就是這餅 然後我們一併慢慢慢慢的 就是開箱給各位看一下 那因為 四隻球拍比較多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 就是 給各位看 它的外盒應該大家都長一樣啊 只是說 這個地方先給各位看一下 外盒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就是台灣總代理生命貿易 特別 就是也是跟國外引進 那所以 台灣的公司貨 大家可以注意就是會有一個 SM的標誌 那就是褐帶上面的 那 外馬就是今年2024年生產的一個 標誌開頭 然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外盒部分 其實 沒有特別太大的一個差別 因為都長一樣 大家可以先看這一組這樣 然後 講解部分也是大概 跟以往的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是這盒子還蠻可愛的 對啊 然後是聯名款的 一個 一些標示在上面 這樣 OK 圓盒大概就長這樣 那 球拍部分呢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個大概 那 嗯 它每一把 我先大概給各位閃過 這個是這一筆 然後 五夾的 然後 CF 跟 ALC 那它其實上面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好像小小兵的那個 人物的眼睛 那這一支其實看起來 呃 很像那個 大夫跟那個 蘿波的那個眼神 但是 因為它好像沒有呢 一律一蹤啦 所以也不確定是哪一個 因為 裡面大家看就是注重眼睛 那我 個人是對小小兵沒有太大的一個研究 對啊 只是說 大概製造幾個人名這樣 OK 那這一支是 純木五夾的 然後我們先講說 等我一下喔 它的 特點 嗯 這支算是這一餅啦 那大家可以看它的 我跟五夾的比較一下 這兩支 算是結構 就是一樣 給各位看一下 五夾版的一個餅 跟這一餅 其實 感覺的出來 稍微拉大一點 各位這樣看就蠻明顯 它的握餅就會做比較 這個比較出蠻無價的 然後這一餅就會做比較細一點 那其實就像我說 針對小朋友啊 握 手握 就是 手比較小 那你這種掌握 掌控性就會比較好 那我們先講說這一餅 這一支 它的 嗯 甲板的一個結構 跟那個 Flexima 是一樣的 那它的規格尺寸 就是跟那個 PIMOBO的一個 TJ 那一把 也是兒童 設計的一款 的球拍拍型 算是一樣的 OK 那它的 嗯 集球面其實拍面 也是有比較小一點點 如果大家側邊看的話 因為螢幕 拍攝不好拍 它其實 版面也比較小 那實際 它的重量也會比較輕 那彈性 其實 面材就是 叩頭 然後裡面是 夾帶 阿油絲跟頭目 其實 比較上 今天 因為拍子比較多 我們就大概簡單的帶過這樣 OK 抓到一個角度大家有興趣 自己按一個暫停就好 那它的結構的話 OK 然後 算是以 五夾來講 算是蠻硬的 那彈性算還不錯 那結構 就是五夾 然後厚度 6.0 我們也稍微量測一下 看看這一支 實際 大概6.1 那誤差0.1 那其實也差不多 然後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整體外型 直接看 因為 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就不讓它特別在那邊轉 那其實它 它每一支的 那個上面都有一個 水晶錶 眼神都是一樣 反正那個Stuwa的那個眼神 然後下面 日本蝴蝶的女孩 那一樣有日本 桌鞋認證的一個標誌 那這是五夾板 那上面就會 用那個 紅色的 紅豆標 它就是除木五夾的一個標誌這樣 這樣 OK 那我們 待會我們 最後啦 四支一起量 那個平衡點 好不好 那我們先換下一支 這支是五夾板 那它的 甲板結構 就是跟那個 Flexima算是一樣的 然後 厚度也是 6.0 那我們也先看一下 這支也是6.1 OK 那我們那個數據是去 那個日本官網那邊抓的 然後 五夾板 就是正常 綠色 灰色的眼睛 然後灰色握臉 搭配 黃色底 這樣 黑水晶標 然後這一樣是 紅色 紅豆標 出木夾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面材一樣扣頭 然後夾帶阿油絲跟 頭目 對這個算是 以五夾來講 算是蠻硬體的一個結構 OK 各位 稍微再看一下 這個外型 那這個一樣 就是一個歪碼 然後就是 2024年生產製造的 這個就是它的一些 刻在上面 本身 日本 那個官網的那個官方照片 就是有刻這個在上面 只是沒有 加那個 就是它的編號在上面這樣 再到我們第三把 就是 搭載CF 纖維的 這一支 那這一支的話呢 欸 它 應該說 其實這一次 四把球拍 它都有跟 蝴蝶 原本就已經有 生產過的球拍的結構 就是做一樣的 那當然它就是做聯名 改款啊 就是整個塗裝 整個改變 這樣的部分 那當然有些 會算是 我覺得 收藏性算是比較高 對啊 就是那個 嗯 紀念感 因為蝴蝶 應該算是很少有跟 就是 一些其他品牌 或是 卡通啊電影 做一個聯名啊 對啊 那小小編其實 以這幾年 它也跟蠻多運動 器材都有做一個結合 那它好像是之後有 上 可能會上映電影 這個我 網路上查不太清楚 對啊 它好像就是跟 桌球乒乓球有關係 這樣 所以說它的盒子上 也有搭載這個照片 這樣 OK 那我們回到 CF的部分 它是跟那個 T-MOBO的 一把CAF 算是同規格的 那厚度5.7 那結構呢 這個是 3加2 就是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 面材一樣 扣頭 然後第二層是CAF 那裡面的刺心 這個應該 看一下喔 這次好像比較特別一點 它應該算是5加 對啊 裡面就直接是銅木 三層木頭 對 它就是沒有刺心才 就直接是銅木 當一個中間的大星 因為這把 算是 也是出來一段時間的那個 T-MOBO的CAF 只是市場上 其實找的人不多 坦白講 因為CAF這個結構 有點像早期的那個 ALC的AL 就是紅色的那個纖維 那那一種 算是很 有人說打起來很像克維拉纖維 那當然那是 蝴蝶很久以前 有生產過一批那種球拍 我自己本人是 有打過別人的 自己實際 在手上研究的時間不多這樣 OK 那CAF的話 它的握柄是橘色 它搭配 底色是黃色的部分 然後一樣 鋁牌 JTTAA 然後這個算是 加料拍 所以它就是 綠多標的部分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 到我們今天 算是這個系列裡面 等級算是 比較 最高的 因為它是直接 搭載 蝴蝶的那個 ALC 碳纖維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中間這個就是 Stuwa的眼神 然後 藍色側柄 然後 藍色側柄 搭載底色 是一樣是黃色的部分 然後 鋁牌 這TDA後面 加到牌一樣 剛剛那一隻 我好像忘記量它的厚度 抱歉 因為 我就是很隨意的做一個開箱 剛剛 這一把CF工資是給5.7 那我們量一下 這次就還蠻準的 5.7 OK 我們緊跟著量ALC ALC的部分 它這一支結構 算是 標板跟那個 樊正東 ALC一樣 然後我們一樣來量測看看它的厚度 公司給的是5.8 差不多 剛剛有一度到5.7的部分 對啊 大概5.8 OK 然後 這支比較重要 我先講它拍面 應該說拍面的尺寸那些規格 都是跟原本它的 像跟翻證龍的ALC 都是同規格的一個部分 對啊 各位看一下它的 側邊 這個就是很經典的那個 ALC的一個 結構 面材就是用叩頭 然後夾帶ALC纖維 然後刺心材 阿油絲 中間的大型就是用銅木 這個就是很經典的一把 就像 以這個結構來講 蝴蝶出了好幾款 這個不用我說 大家應該都知道 經典的一個 結構 這支其實它 反而 跟以往 那些 凡正東啊 或者是 選手代言的那種 像 波厚 ALC 價格其實算是比較便宜優惠 對啊 大家如果說 想找那種限量的聯盟派 然後 又要找那種 就是 經典的一個 搭配規格 這一把 不妨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這是做歪碼的 就是也是 同一批生產製造 對啊 那 我有問總公司 他是說 這個就是限量版 那 之後 就是如果售完 就不會再出了 對啊 所以不可能會有 歪然後再 做那個Z 不太可能 就是只有這個今年 2024年 就是 僅此這一款 這樣子 那音頻部分 大家應該有看我 稍早 我們就有PO那個 就是集中音頻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聽 OK 那我們今天 就來一把 一把的量測看看 就是他每一支的便宜點 那給各位去做一個 比較 大家可以去翻我之前的那個開箱 去比就是說 它跟 原本同規格 因為有一些我沒有做到開箱 這個比較不好意思 那當然 那L系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翻看 之前有的都可以去做一個比較 這樣 那我們就從 這一邊 開始來做那個 平一點的量測 好了 來儲備一下 因為盒子比較多 因為盒子比較多 OK 那我們現在先量測就是 小小兵 這一餅就是 兒童版的一款球拍的一個平衡點 這樣看的話是 13.1 OK 那我們換下一支 五家版 這一支是12.9 兩支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換那個 小小兵的CF 這一支 這一支是12.7 每一種規格都設定的不太一樣 每一種規格都設定的不太一樣 一支 小小兵的ALCC 也是一樣 12.7 那 感覺就是 有 算是加料拍 它都是做大概就是12.7 那規格 那算是頭比較輕 操控性比較好一點點 其實它拿起來 感覺重心是靠我吧 沒錯 那五家跟兒童的這一餅 它頭 會比較沉 當然可能就是 比較有助於就是 小朋友力量不夠 那 揮甩的一個 邊甩的一個效果 擠球的感覺啊 力量會比較夠 那這個是當然是我們 依現況的一個球拍的一個 規格 那去做一個就是 可能想法 對啊 一個揣測這樣 OK 好 那我們大概 簡單的一個開箱大概到這裡 那只是說要給各位看說 它一個 這個系列的一個規格 主要規格 那其實 這一次這四款球拍 它的面材 都是用叩頭 算是比較硬的一種木頭 那這個算是 蝴蝶可能 比較 嗯 算是拿手的一個規格 對 他們每一把做都是 早期就是 已經有生產過一個球拍 那都是銷售 算是我覺得還不錯 那除了當然說 CF 其實坦白講 找的人 以及打的人 算比較少 比較不多 這個我們實話實說 那當然它最頂規的就是 ALC的部分 算是經典的一個 搭配規格 這樣子 OK 好 那 各位如果說 有什麼搭配問題 也都歡迎 就是 詢問提出 那 這個公司 基本上它到的量 其實不多了 因為它就是產在我們第一批 有預購之後 然後發完 其實量 慢慢慢慢就是一直摔 減少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總代理 神明貿易 就是所進的一個公司 或一個系列 那當然歡迎大家就是多多啦 其實希望支持我們台灣 就是總代理的一個商品這樣 那其實 代理商有他們辛苦的一面 只是說大家其實很難啦 那一般下位都會很難去看到這一面這樣 OK 那 今天就是 四把球發一次我們就是 簡易的開箱 做個比較 給各位去做個參考 那我們 有什麼補充 就是說明沒有說很詳細 那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的地方 幫我們做一個補充啊 或是我哪邊沒有講到 講到 講不好的 那請各位多多包涵這樣 OK 那我們今天 我們簡易的開箱就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